各位親愛的朋友,大家好 捨華讓你周賢周某人 來跟各位談一談 關你 優待女生的這件事 我覺得這個是有待倉鮮的 在現在這個冒好亂世 譬如說我們碰到一個女報金 韓國 就發生過 還有其他各國 有一些女的嚴守 被封下來 那些都是女生 那為什麼大家對他那麼不客氣 因為很簡單,太過分了 太過分了我們就要學習 當然學習是形容詞 這個民主社會不需要說大家 動刀動槍,不需要 用選票,用選票就好了 活動 那要教訓像這種 報金或是女報金 女生也一樣,沒有什麼特別的優待 女報金像有的我現在講 無緣無故在那邊連改 然後一家之罪和萬人士 講解有的沒的破產 從來沒有破產 他講的那個就是什麼 那個破產他們的錢債負債 什麼叫錢債負債 你的老爸可能活到一百歲 老媽活到一百歲 爺爺奶奶也要照顧 小孩子還要送到外國去留學 大概要多少錢多少錢 這樣算當然很貴 但是問題是一般人都是荒牛之潮 所以破產的事從來沒有發生 他們自己也知道,每一次的稅率 他大概用不到7%的解決 對不對 啊稅率是兩兆 兩兆就是兩萬個億 兩萬個億用不到 兩千的億 億的話就是什麼 百分之十嘛 啊如果你用不到 一千個億的話 再減半 不到5%嘛 所以年金再加上福西 根本就一點點錢 在那邊講講講 就是一家之罪 然後又搞一些什麼會時啊 挺通啊 難怪有人覺得說 某某人可能是同性戀 不然他怎麼一直挺通 對不對 然後 同奸妻族除稅化的那些人啊 都當大官 黑機關林立 亂搞 空污 電力 不足的問題 交通的問題 等等等等 慶祝蘭蘇啦 不用講了 反正就是怎麼樣 像孟子所講的 文士一夫而已 魏文士今也 他指的是那個奏王 對不對 周朝那個奏王 就很可惡 當然是男的 要把他幹掉 阿尼德一樣 我覺得現在這個 大家沒有什麼 婚男尼 有的尼德他怎樣 他這個竟然 炸領保險金啊 為了要炸領保險金 幹掉自己的配偶 幹掉自己的伯伯 幹掉自己的媽媽 甚至自己的小孩 這種人 對女生要優待 那個是對淑女 兄弟 親愛的朋友 是不是 周某人講的這樣對不對 如果他是淑女 當然要優待他 不是淑女的話 譬如說他是擬寧芒 擬抱金 給死啊 這東西要給死 而且要讓他怎麼樣 教訓怎麼教訓 譬如說2020 台灣某一個人 我們教訓 就讓他的得票率 我預計他一定還在出來 你要叫他不爭取連任 那是很困難的 這種人才有野心的 貪心啊 其實也不是什麼野心 就是貪心嘛 對不對 因為他不知道嘛 不知臉常 這沒辦法 讓他有史以來 在台灣得票率 連任追求連任的得票率 失敗 然後得票率是最低的 讓他得到這個光榮的紀錄 當然我開玩笑講光榮 就是最不光榮的紀錄 對不對 我是這樣想 當然除非他有改進 民進黨有沒有貢獻 有 非常有貢獻 對台灣的民主化 我們平常講 非常有貢獻 等他改好了嘛 剛剛我上次所講的那些缺點都改好了 那當然大家回過頭來支持民進黨 國民黨上次被你們講成泡沫話 這一次都能中心 你們為什麼不能中心 也是有可能嘛 也可以嘛 看你們改過向上的決心有沒有 有沒有做到 沒有做到的話 當然給你死 就是這樣 有做到 甚至做得比國民黨好 那為什麼要選國民黨 當然選民進黨 就看民意就是如流水嘛 看你們的表現 是不是這樣 捨花讓人周全在這裡 跟各位共同視座 敬祝各位身體健康 精神愉快